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谭松运好任性 机场生徒不休就放出来 真实腿形一目了然 短裙作为时尚界的经典单品 一直备受女性们的喜爱 它不仅能够展现女性的性感与活力 还能修饰腿形 让身材更加完美 那么短裙的搭配优势 挑选技巧有哪些 以及如何搭配短裙更能修饰腿形呢 接下来 我们将以谭松运的穿搭位力 来一一探讨上述问题 不得不说 谭松运好任性 机场生徒不休就放出来 真实腿形一目了然 短裙能够展现出女性的腿部线条 凸显性感魅力 无论是搭配高跟鞋还是平底鞋 都能展现出女性的自信与活力 短裙适合多种场合穿着 如派对 约会 逛街等 不同的场合搭配不同的上衣和鞋子 都能展现出不同的风格 短裙可以与多种单品进行搭配 如T恤 衬衫 针织衫等 通过不同的搭配方式 可以打造出不同的造型 满足女性们的多样化需求 另外 短裙的材质对于穿着的舒适度和整体效果都有很大影响 建议选择柔软、透气、舒适的材质 如棉质、牛仔布等等 短裙的长度 则应该根据个人的身高和身材进行选择 一般来说 身高较高的女性可以选择稍短的长度 而身高较矮的女性则可以选择稍长的长度 以修饰身材比例 短裙的版型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合适的版型能够凸显身材优势 遮盖身材不足 比如 A字裙适合离型身材的女性 紧身裙则适合身材较为匀称的女性 对于腿型不够完美的女性来说 选择合适的短裙长度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 即西或过西的长度能够遮盖腿部的不足 展现出更加修长纤细的腿部线条 高腰设计的短裙能够拉长下半身比例 使腿部线条更加修长 同时 高腰设计还能够凸显腰部线条 让身材更加完美 鞋子的选择也是修饰腿型的关键 一般来说 选择与短裙颜色或材质相近的鞋子 能够营造出整体的鞋条感 使腿部线条更加流畅 同时小白鞋也是拉长腿部线条的好选择 但要注意不要过度追求高度 以免对脚部造成负担 上衣的选择 也能够影响整体造型和腿部线条的展现 对于想要修饰腿型的女性来说 可以选择宽松的上衣来平衡下半身的紧身感 营造出更加协调的整体效果 此外 选择长度适中的上衣 也能够避免让腿部线条显得过于突兀 总之 短裙作为一种时尚单品 在搭配时需要注意材质 长度 版型等因素的选择 不仅如此 大家还要结合个人的身材特点进行搭配 通过选择合适的鞋子 上衣等单品 能够营造出更加完美的整体造型 展现出女性的性感与活力 同时 也能够修饰身材不足 让女性更加自信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